冯绍峰赵丽颖有双褥镯被拍到了,继上一次和体现身香港购物,同达一个行班,同时现身某购物商场后,这一次赵丽颖不仅仅被拍到与冯绍峰同桌用餐,而且她更是被指晓富威徒,以此已经怀孕。 虽然之前赵丽颖曾间接否认过怀孕传闻,但是这一段时间又是被拍到新恋情,又是被拍到肚子有情况,否见的说辞似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,不过要知道即便有再多被拍的照片和证据。 只要当时人不想承认,你的真相就永远都只是传言而已,其实怀孕传闻也好,相恋传闻也罢,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这两人的关系肯定是剪不断,你还乱,根本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那么单纯了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赵丽颖第一次被拍到与冯绍峰二人同框也好,第一次被传与冯绍峰有恋情也好,每每二人的名字被拿到一起,赵丽颖的粉丝就会暴跳如雷。 如果被看到相恋,怀孕传刺眼,银某的粉丝更是无法忍受,甚至要跳出来语言攻击,痛骂冯绍峰,而对于赵丽颖之前的恋情传闻,或者与其他男性相关的话题,银某的粉丝就要宽容得多了。 终一只眼闭一只眼,从不过分关注,这就很让人好奇了,为啥赵丽颖的粉丝唯独对冯绍峰必知为恐不及,这恐怕还要说回冯绍峰自己本身的问题。 非文太多,作为娱乐圈近几年少有的非文大户,冯绍峰虽然在此前只承认过一位女友妮妮,但,是在她分手后出现,在她身边并且被拍到的女性却夺如牛毛,妮妮之前她曾和杨妮传出非文,妮妮之后她曾被拍到越临越同框,一次关系亲密,就连奉献,郭碧婷也都曾和冯绍峰传出非文,暂且不论非文是真是假。 这种事或多或少,都会对冯绍峰带来负面影响,很容易给人花心公子的印象,也正是因为如此,所以赵丽颖的粉丝都觉得冯绍峰配不上自己的偶像。 试问任何一个粉丝,看见这样的一个非文感情史,丰富的男性和自家爱豆传出非文恐怕都会气到不行吧,更何况二人被拍到同框照一次有在一起的可能,粉丝肯定无法接受自己的爱豆和这样,以为他们眼中的渣男在一块吧, 于是只能暂时选择不相信,相信也好,不相信也罢,无论最终是承认恋情还是继续辟谣,这两人的是恐怕一时半会结束不了了。 只是最后如果赵丽颖与冯绍峰相恋是真,怀孕成文也成真,到时候真的不知道他的粉丝会伤心成什么样。